最爱的教练 奥运选手郭兴淳 陈年勤 杨勇伟 27号在运动品牌的感恩宴上手 拿花束献给常年在自己身边 亦是亦有的教练 陈年勤坦言教练柯文明 就是自己的幸运物 我们可以放掉比赛 然后好好的去聊人生规划 或者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就是开玩笑 我们也可以一起囊括 我们也可以一起生气一件事情 把教练带在身边 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神力女超人 就让我更勇敢的在舞台上 就是发挥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的幸运物就是教练 大家也都知道 年齐从75公斤到69公斤到66公斤 那他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也参加过三次的奥运 每一次都有一次进步 大家想想看 这四年要进步一个 一个每次是要花多少的努力 教练与选手都将 彼此的努力与辛劳看在眼里 像是柔道教练刘文等就是看着 杨优伟以奥运投号 种子身份意外落马 止步拔墙 但仍用鼓励的话语来安慰 是让杨优伟默默留下泪水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要把所有的 别人给你的祝福 或者是所有给你的一个建议 划成你的力量 持续地往前走 你放心 我会陪着你 我希望你可以 持续持续地把自己的度想清楚 把它完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太会 在我面前讲这样的话 我刚才会想说 天哪你确定 对 但是就是所以才会觉得 我怎么明明就还OK 突然就满出来了 但是也还好 就是OK收到 收到 从杨优伟的回应中 可以明显感受到 他的心情的调试状况相当顺利 这与郭欣传这阵子 则是用放空来调整自己状态 这阵子就是 就是自己就是放松走一走这样子 对 就是让自己放空 然后上市的话 就是还是 接下来还是会回到国训中心 那也会有 国训的医生来 就这边去做讨论 然后来看看 是不是要再做进一步检查 或者还要能 还能做哪一些治疗 他现存在FB上面写的 他年纪不小了 身体状况也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会有很多的闲言闲语 他都忍耐下来 教练也都吸收到了 所以说他讲了一句话 真实的力量比完美 还要更有力量 一波一脚印真实的面对 每一个挑战与挫败 而选手们也将陆续回到国训中心 持续为下一个目标做准备 永远新闻怎么大事 不来源台北市采访报道